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喂,哥仔,在搞甚麼 我在找乞敏在哪兒 甚麼乞敏在哪兒 甚麼?今天是25號 我在乞敏,四馬購買車在哪兒 不是,一號才交的嗎 你不是不知道 獨立付費節目25號已有得交 如果一號那天有馬跑 那天才交,可能會虧一閘 哦,原來這樣的新玩法 又是月美,借一部電腦來 讓我自己先交月費 沒問題,拿去吧 各位瘋狗日報讀者,大家好 瘋狗日報電子版 是現在香港新媒體之中 唯一敢對抗共產黨、反對共產黨 批判香港特區政府的新媒體 希望大家能夠支持 你的支持很簡單 分享我們的文章 港報周知 另外就是每個月付兩塊錢 每逢月底,記得利用PayPal 或者銀行入帳 甚至上來我們的辦公室 繳交瘋狗日報的訂閱費 每月付兩塊錢,記得播放 新開箭 pérez的 começou 希望大家… 完成時間 今天多謝說 今天多謝說 今天首先講叫人交月費 DN9日報的月費 大家記得要兩塊水 速速看不要兩塊網 另外就是MyRadio的節目 我們過去一來會有交月費的朋友 繼續支持 未交的也要交 還有一個契弟 就算他交月費 我也會詛咒他去預計 這個叫梁振英 你拿我們的節目逐字紀錄 然後就用這個來做 你的所謂理論基礎 就要煮死梁天琦 說他罪有應得 青年人應該引以為戒 我屌你老母梁振英 今天你最好做逐字紀錄 OK 整個小時都是招呼你這個家產的 你這個傻子又不給錢 又要找人聽我的節目 你這個傻子一定沒有聽 然後叫人做逐字紀錄 對吧 你一定是長村肚爛 生九樣癌症 一定不能死 前面病塌 我屌你老母 說不到話 看不到話 走不到路 但還沒死 我屌你老母 我告訴你 你現在屌你老母 是欺負一個手無寸 沒有自由 可能要判重刑的人 你說什麼話 拿他2016年7月的一個節目 吳國吳文兩個人在說 年初一那件事 就說他主張港獨 遺害國家 遺害社會 這是什麼罪 你現在審計他在說這些話嗎 這就是他的網誌 大家上去看就要剷咕他 如果他沒有人刪除那些留言 這個是賤種 香港超級第一個賤種 做特首那些都是賤種 一個比一個混蛋 這個林鄭月娥 今天又在那裡說 是吧 這些俗字紀錄 我多有心 我都沒有 我們沒有 賣Radio都沒有 你這麼懶惰台舉賣Radio 你老母 所以台長今天自己親自出馬 寫了一篇瘋狗踢爆 你說一下 等我一會休息一會 我就剷咕他了 OK 你休息一下 今天晚上這個節目 回來 不要騷擾他的網誌 是吧 騷擾他的網誌 騷擾他的網誌 不用騷擾他的網誌 我現在要說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解釋一個田隱後果 今天這個節目 我完全贊成黃毓民 每一句都有粗口 一說起梁振英就糾了 一說梁振英就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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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他混蛋死 是吧 不要死 混蛋到手斷腳斷 在身淫 生九種cancer 春代爛 你明白嗎 你懂得說話都語無倫次 那種 對 老人痴外症 老人痴外症 我們首先要解釋前後果 我也不知道 因為無端的黃毓民 打電話給我 梁振英出了一篇網誌 原因是 大家知道 梁天琦現在判了有罪 正在等候法官的判刑 有很多求情信 是 他現在就說這些人 好跟他求情 你明白嗎 因為梁天琦這些所謂 為害社會 為害徒獨年青人 他有個說法 他說這件事是反國家反社會 怎樣反國家反社會 不知道 這件事是 其他年青人要引以為戒 絕不能容許這種 反國家反社會的行為 我們不讀其他東西 因為免得浪費我們的時間 告訴我 我走上去看網誌 原來發現一件事 他竟然是將 2016年7月2日 吳國吳文 即是MyRadio以前一個節目 就是梁天琦和黃毓洪主持的節目 竟然是逐字紀錄 現在我們未查 逐字紀錄準不準確 但我假設它準確 准確之餘 他部分內容 他還找到這個 橫線拆開了 就是各取所需 他拿這次目的部分的狼 就說他引證一件事 就是梁天琦頓了罪 現在實際上說一件事 要判重刑 我看過之後 其實梁振英 689入面這個內容 不是引證了一件事 就是梁天琦這個罪 是罪應得的 完全不是這回事 他只是鑑促來 鑑促來是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說他拿回之後 半年之後 梁天琦做一個節目 他說他鼓吹港獨 就想來引證 2016年 當時是有預謀的 是要搞暴動的 是 這個人有多毒 這個不是毒 是很賤 是人渣 人粉 這個是 是仆街 這個是 你作為一個前特首 現在叫做 國家領導人 政業府主席 你去搞兩條年輕人 已經是沒有自由的 還有當時 要告他暴動 也是你這個人 你可以告他非法集結 是嗎 你可以告他非法集結 所以袁國強一定不得好死 一樣是 前律政司司長 或者你出來做大狀 包補你沒有生意 隨時被抓 你坐牢 你坐牢 被人捅死 真是 最毒的 應該是今晚發出 因為 非常可能 就是 有人會將今晚的節目 逐字記錄 記得 所以我都教 梁珍英 我屌你老母 起碼我都會有我份 今天這個節目 做標題 對 這個臭屌 真的是 你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你明白嗎 現在他在等候判刑 你出一篇水蛇春那麼長的網誌 然後你是根據他7月2日2016年 在我們這裏做節目 他兩兄弟說的話 他主要就是回顧當日發生事 他們已經被人抓了 兩個都被人抓了 是嗎 是未告而已 是嗎 說回那件事而已 是嗎 還有 對當晚有份參加那些 參加者致歉 是嗎 喂 你老美 你就是上綱上線 還有 你根本就是藐視法庭 根本就是 單案未完全完結 定了罪未判刑 嘛 如果那個法官看了你的陳陸這篇網誌 喂 你那個說法好 比我們時光倒流 是啊 你把後面那件事 用來引證前面 7月做的節目 他們是說一月的事情 你老母 你就說他這篇 他這兩個人的對談 就證明他們當初有預謀要搞暴動 還說他主張港獨 是啊 主張港獨是言論自由 到今天為止 這裡還是 你老母 梁振英 我不會詛咒你死全家 因為禍不及淒慮 我一定會詛咒你這個混蛋 產生九種癌症 你老母 春代爛 腳就發腫 你老母 腳完一絕又腳一絕 OK 你老母 眼又蒙耳又龍 口吐白磨 但是不能死 你老母 哪有這麼賤的人 你告訴我 還有你是上綱上線 還有你 你和你的身份不符 大哥 你一個普通的KOL 都不會這樣寫 那些藍絲都不會這樣寫 你是想告訴別人 用你的身份 屌你 有權威性 法庭就判夠他十六 屌你 怎麼出來找你報仇 屌你老母 你一定短命過他 對不對 剛才要問問我 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咦 這個節目做得逐字紀錄 那就不差再做其他節目 逐字紀錄 等我們明天出書 不用麻煩 這是第一件事 講笑 剛才說是逐字紀錄 但是後面有個疑問 咦 是不是有人說 例如梁振英 甚至特區政府 或者國安部 甚至北京 將我們現在做的節目 特別是正案節目 《逐字紀錄》 變成《逐字紀錄》 可不可以抽出來 找我們言論入罪 哪些講港獨 哪些反對共產黨 哪些主張結束一黨專政 哪些主張推翻共產黨 哪些反二十三條 你們全部都是上法庭 就是舉證 你這個糟糕不去造證 你一早做這個《逐字紀錄》 你不去上法庭造證 你不去上法庭造證 為什麼你不去上法庭造證 為什麼你來證書 不去上法庭造證 去浪費梁振英 你不去上法庭造證 你現在在說這些話 是不是 即是我一說到這件事 我就火消心了 不過我也沒有什麼機會 在街上看到他 拿屎子扔齊的也可以 應該是對的,我們說有那麼毒,那麼不毒的文 他這些是有資科的,要扔到資科又是普通雜誼 家產的 說回網罪裏面的邏輯上的問題 第一件事就是,現在的法庭自己 大家幫忙,將我們今天的節目 盡量幫我們分享出去 還有,今天我們《瘋狗日報》的頭條 這個《瘋狗踢爆》 標題是,梁振英要主死梁天琦,欲家之罪,何患無辭 我覺得這條標題也是太輕勁 你不過起了就算了,我稍後把我這個處署就夠了 最少生九種癌症 那些不能入於文字 長川肚蘭,表里朗尾 走了,刀的歇,時間是 有糖尿到後期要鑊 跪了然後,右腳就鑊個左腳 然後坐輪椅 然後手又懶 腳又懶,眼子又破亂,七孔流血 但也不能死 我要回應王裕雲剛才的說 為什麼這條題例程式會長呢 原因很簡單 family我不希望讓我們的字體 我想說的是,他自己覺得很中立,而他對梁振英或梁天琦沒有一個既定的看法 我們嘗試用一個比較理性的方式去說服人們 為何梁振英這個網絡本身是一個這麼大問題的行為 其實我的看法很簡單,除了我現在在屌察他之外 就是這個人已經是私人讀潮水,不甘寂寞 你要找梁天琦這個案子,然後你就上綱上線 然後就告訴別人,你林鄭月娥,你不夠硬 我才硬,就是這樣 然後想做給共產黨看,香港的港獨就是我一手一腳 打造,不是打擊,你打造港獨 由我挑起,這個挑起是何時呢 大家的記性號就是在立法會上的達文大會 所以他拿了一份學院,是由那時候開始 那時候開始,我就調查他 原因不是因為這個港學院這一期特別說 而是他看到一個機會,就是 現在我不挑起這個話題 不去順便,即是用這個政府公權力去打壓他 我不可以跟這個北京去說我有了道 我們今天那篇文章就是這樣說的,第一段已經是這樣說的 這個梁天琦暴動罪成等候判刑已經是下台的前特首梁振英不甘直網 5月18日,即是今天28日,在網誌發表長文 這個長文,其實前面寫了一段評論 後面就將這個梁天琦和黃台仰在2016年7月2日 在我們MyRadio吳國吳文的節目的逐字記錄來的 他擺在網誌上的 還有就先隔了一些橫線,你明白嗎 他根本是不顧身份 又不去安分做他這個政協副主席 反而就向香港法院施壓,干預特區事務 我們認為他的目的是煮死梁天琦 又是要挑起這個港獨的議題 延續他的政治生命,增加他的政治籌碼 所以是用心可諸 這個人死了一百次都是嚴少的 我現在告訴你 這種人死了之後還要鞭屍 我告訴你,要鞭屍墓再鞭屍他 對 我們講一篇文,這是很正經的評論 不過我當然是火 要挑戰他 梁振英企圖以一個網台節目內容 引稱梁天琦的政治訴求是香港獨立 再跟2016年年初一深夜旺角事件扯上關係 用意就迷惑公眾,但手法就非常低劣 頑固民主國家獨立訴求 並非洪水猛獸可以公開統論,甚至公投 已故的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年輕的時候 都鼓吹湖南獨立 難道是破壞社會,破壞國家 我扔你老尾,捉你老尾,捉你老尾 捉你老尾,捉你老尾 捉你老尾,捉你老尾,通貴 中其一生都未受責爛 梁振英如果要貫徹反毒原則 第一個要批鬥的毛澤東當然不敢 就扔你了 梁振英廢殺苦心 警察遣他人,逐字紀錄,吳國吳民的內容 企圖了香港獨立和旺角事件 扯上關係 真是搞不忍答白 那晚,習本文前說 我們去幫小犯 是這樣的 前一年他已經幫過了 然後有些群眾不受控制 跟警方發生肢體中逮 就是這樣 就這樣一件事 現在拘捕了幾十人 有成二十個就定罪 準備排隊坐牢幾年 就是這樣 我們也在說 這個不是暴動 最多你可以控告他非法集結 但是你梁振英當行政長官的時候 袁國強當陸政司司長的時候 就控告他們暴動 所以我在2016年年 聯合立法會的發言說得很清楚 你是製造一批年青的政治犯 那我不幸而言中 看得到你的混蛋是這樣的 所以你梁振英就是香港 九十後千里一後的公敵 我現在告訴你 你就是要找共產黨保護你 你這個混蛋實在沒有好死 我告訴你 下場一定會很悲慘 你下場可能比我剛才說的 我告訴你 斷手斷腳 眼蒙耳龍 那個春袋又 大得那麼大 然後就爆肝 真是 真是 是吧 你把這個 他那時候 吳國吳文說香港獨立 然後跟旺角事件 扯上關係 你是否九不九八八 這樣也是罪 是吧 即是 當時梁天琦和黃台的節目 說得很清楚 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發的 是 是吧 你是說得到他瘋你了 7月就說那些事情 即是說有預謀 這樣也可以 是吧 問題是當晚的群眾 支持的是那些小販 不是香港獨立 是吧 這個跟梁天琦和黃台 以後在網台的言論是兩回事 如果你梁振英要引證兩者有關 起碼要調查2016年初一 旺角聚集的群眾 是否全部都是吳國吳文的聽鐘 不是 實際上我上課 是否全部都是賣Radio的聽鐘 是吧 是就發達了 我是第一個在立法會提出 用權力及特權調例調查旺角事件 但是就被否決 我認為要尋找真相 為何當初會這麼少警察 為何出事後有人扔磚頭 你防部隊都沒有來 為何指揮官屌你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這些全部都是調查 我告得很清楚 是吧 那你才能找到真相 暴露什麼事 是吧 那個委員 我要用權力及特權條例成立 不過專責委員會調查這件事 但是立法會被否決 是吧 我盡了自己作為一個議員的責任 要調查這件事的真相 現在就是你的真相 就是你拿著吳國吳文這個節目 是呀 就當是真相 就是這樣做 這些人 用什麼來形容他都沒有用的 我告訴你 這些是在歷史上 香港歷史上 你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可以佔得過梁振英 在香港歷史上 你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好像梁振英那樣 是以全香港年青人為敵 在香港歷史上 你從來也沒見過一個人 好像梁振英這個混蛋 是想香港走向絕路 在香港歷史上 你也從來沒見過一個人 好像梁振英這些人 做那麼多壞事 到今天也不用死 可能就是因為我覺得他不應該死 不要死 他是應該屌你落尾 比死還要死 真的 在我們這篇文章都說得很清楚 梁天琦等人之所以被告暴動罪 而非較輕的非法集結罪 是在梁振英擔任特首時候的決定 如果2016年年初一旺角事件 可以等同1966年或1967年的暴動 特區政府為何不直接了當 效法當年港英政府宣布宵禁呢 是嗎 梁振英當時動用公權力 現在赤薄上陣都要煮死梁天琦 無非是想挑起港獨議題 和不斷製造新一代政治犯 直指向北京邀功增加政治本錢 延續他正步向黃昏的政治生涯 成績其台灣區區長的美妄 梁振英的陰謀詭計劃 許可得逞於一時 梁天琦等人可能要忍受幾年的牢獄之苦 但時間在年輕人之中 梁振英終有一日要面對歷史的審判 這個已經是很mild了 他不是面對歷史的審判 可能是吸身而報 他要吸身而報 香港恢復死刑 第一個就吊死他 你看看 煞有介事這麼有空 在網上製作一篇這麼長的文 說什麼 旺角暴亂梁天琦被定罪 他說 《山果日報》頭條 誰勇於承擔不放在香港 你說《山果日報》就吊死《山果日報》 不關我們什麼事 不關我們什麼事 首先梁天琦面對審判 承擔不放在香港 這樣有沒有延遲 而譴責這個戲 保持不圖的黃台 如果這又是這樣 不能答白 這是什麼邏輯 是不是 你了 那個 為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他不能去接受這個審判 他認為這個一定是冤獄 他做出他的選擇 譴責你的責 你了老母 梁振英 你了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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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九 你了老母 把梁天琦英雄化 繼續屠獨人家的青年子女 你了老母 你了老母 梁天琦政治訴求 我三天前發喊大家 他在2016年8月5日集會傳聞 說得一清二楚就是香港獨立 你找那麼多梁天琦的東西 然後發給別人 他真的有空 證明這個狼人現在就是 沒有工作 完全沒有政治能量 他現在要解僱這些議題 增加自己的政治能量 最好做今天他自己六包 你了老母 王毓民你了老母 王毓民狂屌梁振英 他這些還要放回北京 他們不知道屌你老母 應該用這個普通話 去注釋 剛才我們說的 爛春代是怎樣 即是用普通話 用普通話 你這麼喜歡普通話 你解釋剛才那些爛春代 你解釋那些 真的用普通話 你解釋給那些上大人 真是屌你了 王國暴亂之後 說他沒有悔改 絕對沒有悔改 在同年8月集會 毫不掩飾 鼓吹香港獨立 在同年7月2日 網台對談節目 他說如果沒有群眾支持 不會有初一 那就是這樣 支持甚麼才行 那跟那個港獨有甚麼關係 即使跟港獨有關係 那怎麼辦 真是兩回事 如果港獨有問題 你現在不找這條罪告他 現在告假是另一條罪 簡單說 這裡也有highlight 就是 有highlight 有highlight 很流心 不過這樣說 雖然剛才我們說過他 他有謊言者 但肯定傳亂的事情 他有看 如果不是沒有這些 那些 那些有份幫他 那些 都會死亡 那些落地獄 都是落地獄 都是落地獄 為了份工幫他做這些 勾當的人 都是會死亡 死亡 死亡 已經是壞事做盡 OK 現在你只來搞這些 這宗案件還未判刑 你出片這樣的事 給法庭壓力 你不是一個普通 在Facebook打飛機的人 你是前特首 你現在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是不是用心可諸 他在法庭定罪 在法律上 他將會受到懲罰 他要查好數 你現在是否想 屁股半個鐘身監禁 再不適合 讓你可以拿Face 是否槍斃他 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你現在是干擾法庭的判刑 是不是 這些 不是用其心可諸四個字 可以形容的 他這個一定是 屁股長穿肚爛 那肝就搭著胃 那肝就變了肝 然後腸就扯到亂了 然後痛苦生淫 然後全面病塌 然後又認賭人 然後有人幫他不賭 然後又不賭死 然後又套白袍 扼難屎 這樣一致 那肝就致病 都被人過雷一次判 這樣一致病 這樣一致病 你今時今日 很簡單 真是不甘直亡 我今天說你 其實是益憎了你 老實說 他不是逐字紀錄我們都不會說他 不過我想問你 香港網台中有哪個有這種禮物 逐字紀錄的節目給別人 我們每天都可能有逐字紀錄 不過沒有公開 有契弟公開 那其他網台你猜有沒有 我們不會跟別人比較 跟別人比較 就是浪費氣 自己做自己的事 有什麼好比較 我不會跟別人比較 但現在不是因為他用我們的網台節目 逐字紀錄 就是你侵犯了我的版權 我不是說這些 是說你這個人有多厲害 你這個人是值得香港人 每個人都哭殺你 我告訴你 人人得而豬之 就是這樣 豬殺 豬殺不一定是娶你狗命 這是比喻 是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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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會死的 一定會死得好 淒涼那種死的 你知道嗎 你做字紀錄 就做字紀錄 我不覺得我們很威風 當然我們是很威風的 誰可以這樣 你告訴我 這個節目的標題 今晚標題就叫 梁振英 我吊你了 休息一會